大家好我是Paul,周遇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這一則是Pinocchio所提出的跟遊戲相關的 當然也是我個人非常喜歡的題目 所以我們有機會就多做一點 這裡再說的是Videogame Movies Are they really that bad? 這是一個BBC寫出來的報導 時間還算夠近啦 他這裡寫三天前,我錄影的時間是3月18號 所以總是3月中的事情 這裡講到的其實是要針對一部片 然後他也Review了一些以前有的電影 這裡再說的是Videogame Movie Adaptation 所以我先講一下這個詞 電影的翻拍 或者翻拍嗎?改編吧 Movie Adapt就有適應的概念 像他的用法往往是X adapts to Y 就是X去適應著Y這個東西 例如說我們適應新環境 So we adapt to the new environment If we move to a new place 所以適應什麼東西? Movie Adaptation就可以把它翻譯成是電影的改編改拍 其實也可以是遊戲改成電影 也可以是電影改成遊戲 總之從一個Medium轉去另外一個Medium的時候 一個媒介轉到另外一個媒介的時候 他中間的同樣的內容的這個過程 好,那我們就來看他這裡在講的 其實主要針對這部片 那這部片 他這部片是Mortal Kombat Mortal Kombat 他的C我記得是要降拼才對 那這個遊戲似乎被翻譯成真人快打 所以他都是用真人的一些照片去連貫成一些動作 然後做像是快打旋風之類的一個 就打來打去打combo 然後這個遊戲它的賣點在於 他非常的噁心,非常的血心 非常的... 他裡面有很多像 Gore這個詞,或者是Groosome這個詞 或者Cruelty這個詞 Cruel也可以 那或者就是很Bloody 這幾個詞就都有那種 噁心血淋淋的 很殘酷殘暴的這一類的概念 像我...他剛出來的時候呢 真的是轟動我的高中時期所有的男生們 那尤其每個人都會去練一些那個 他的最後那個大招啊 我記得好像就叫Fatality的樣子 像Fatal這個字其實本身就有致命的 所以等到你把那個血打到沒有 你可以再去練 練出那個按什麼什麼什麼一個組合 然後把一個combo計 然後按出來之後他就會 執行那個最後的判人死刑的招式 我描述一個以前我看過的好了 就BloBlo打半天之後 那個人就在那邊搖搖晃晃已經快死掉了 你可以使出你的大絕招 你就會按出之後 你的角色就會走過去掐住他的脖子 然後用力一拽 結果那個一拽之下 竟然把那個頭跟他所有的整條脊椎骨 就砰砰這樣拽起來 然後那個人的身體就軟倒下去 因為已經沒有脊椎骨了 然後你的winner 你的那個player 就拿著一個頭跟脊椎骨在那裡晃晃晃 非常的聳動的畫面可以說是 但這個就叫做真人快打這個遊戲 所以他把它翻成電影 所以這似乎是個劇照 這裡就問了一個問題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best video game movie of all time? 所以你認為啊 這個遊戲翻拍成了電影 我一直講翻拍 遊戲改編成了電影 史上來說最好的是哪一部 所以the best video game movie of all time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下面的內文 Millions of people have been watching the trailer for a new film based on the Mortal Kombat video game series 所以好幾百萬人已經看過了這個trailer 所以movie trailer就是電影預告 所以很多人看了電影預告 for a new film 這個film是based on就是立基於什麼東西 所以用什麼東西來當作它的基礎 so based on Mortal Kombat 所以我沒有打錯 他故意把combat就是打鬥 應該講說戰鬥這個詞 他應該是C開頭 但他故意把它用K開頭 就感覺是比較酷一點這樣子 所以把這個Mortal Kombat video game series 因為它的確是個系列的遊戲 好so the gruesome teaser 所以這個teaser 也跟剛剛的movie trailer有點像 所以teaser也可以是 因為tease這個詞就是 就是調戲你一下下 所以電影公司就會拍一些小小的 兩分鐘一分鐘的這種movie trailer 來tease你一下下 來希望你可以去看它的電影 所以我們也可以叫它teaser 所以這個很grusome的 我們剛才看過很噁心的這個teaser has got gamers across the world excited about the return of the franchise to the silver screen 所以這些grusome teaser 讓gamer across the world 就是世界各地的玩家們 興奮了 got them excited about the return 有關於什麼東西呢 就是這個東西的回歸 the return to 什麼東西 所以return to哪裡就是回歸到哪裡去 所以這個franchise它回歸到了大螢幕上 所以silver screen 就是電影的 換句話說 就大螢幕這樣子 silver screen 那小螢幕有沒有 先不想那個 return剛看過 franchise這個詞我們再補一下 franchise一般我們可能可以理解為 就是連鎖店加盟店 加盟比較好 連鎖就是chain 那其實它也可以抑制任何的大企業 所以NBA的每一個球團 都可以叫做一個franchise 那一個電影 例如說 就某一個主題電影拍了好幾集 像Star Wars 星際大戰拍了好多集 我們也可以就稱它為 這是它的Star Wars Star Wars franchise 所以franchise這個詞也可以是這一種 磅礡的企業也好啦 球團也好啦 加盟店也好啦 電影也好啦 都可以用這個詞來說 franchise 所以這個franchise回到了大螢幕 因為以前也拍過 它不是第一次拍Mortal Kombat的電影 我記得我高中也去看過一次 還好 Not so impressed 不管再看下去 but not all video game movies get such positive attention 並不是所有的video game的電影 都能夠得到這麼多正面的attention 就專注注意力 The BBC Sounds 所以這邊有一個podcast 這個podcast很有趣 這podcast的名詞 它名字就叫做 press x to continue 很有趣很catchy的 很witty的一個名字 然後很多遊戲都是按x來開始 有沒有 所以它的podcast的名字就叫做 請按x來繼續這樣子 press x to continue 很酷 好所以它 它其實這篇報道是想要你去聽它這個podcast 所以我鼓勵同學 你看完我的影片 無妨去聽聽看 所以它來挖一下到底什麼是最棒的跟最糟的 我們就來看一下下面的內文 There are many so many video game adaptations 所以剛才看過 adaptations that you think are going to be amazing before they come out 所以在這個 他們出來之前 你會覺得是很amazing的 但是 I was like Assassin's Creed is going to be incredible when it comes out and it's just boring it's joyless 所以它講到其中一個遊戲 Assassin's Creed 這個我相信很多人知道 Assassin 所以不用打血 如果講到這個遊戲的話 它必須要 所以Assassin是刺客 OK 兩個s在裡面 刺客 那 所以它有一個動詞 Assassinate 那Creed的這個詞就是教條 所以這個叫做刺客教條 所以教條信條 Creed Tenant這個字其實也是信條 像我們也看過那個天人那部片 那天人那部片的英文名字其實就是Tenant 那Tenant的意思其實就是信條 也是一樣的概念 所以 Assassin's Creed 就是刺客信條 刺客教條 或是incredible when it comes out 然後它確實是boring joyless 好像一點都不快樂 不開心 所以這部片似乎就是爛東西 So game reviewer and tweet streamer Eno Tomlinson on the other hand took issues with a listener who wanted to rank Doom as the worst video game adaptation 另外一個遊戲叫 Doom 有人忘記怎麼翻了 DOOM DOOM其實一般講是那種 就世界末日之類叫DOOM 是吧 好 所以他說 DOOM比這個Dead or Alive還糟糕 Dead or Alive好像是叫什麼生死格鬥 還是什麼之類的 另外一個遊戲 然後他說 It's very fanservice-y 他說 Dead or Alive這個電影 所以 這個電影非常的fanservice-y 因為我們有時候會把Y做結尾變成一個形容詞 所以 像Christmas你知道是聖誕節 所以要是你把你家佈置得非常的有聖誕節的氣氛 或者說這個東西令人感覺蠻有聖誕節的氣氛 你就可以說這個東西有點Christmas-y 所以這樣的一個形容詞我們是可以接受的 Christmas-y 我有拼錯嗎 我覺得我應該沒有 讓我來很快找一下 看我是不是有拼錯的那個詞 Christmas-y 沒有 Double S there we go 所以就是Christmas的形容詞 Christmas-y 所以這邊就把 這裡看到一個fanservice這個詞變成了形容詞 fanservice這個詞我們在其中一個 某一個情緒我去導讀曾經看到過 就是粉絲福利 粉絲的服務 service 所以 他就覺得這個電影非常的就是 整個就是粉絲福利的概念 very fanservice-y 他說的 the stuff that you get in the game well you're getting it in the movie 所以你在遊戲裡得到的東西 你在電影裡面得到 所以毫無新意的概念 so the stuff you get in the game you get in the movie so there's nothing new and serves the fan basically 他講的是不是 Dead or Alive裡面那些 穿得很少的東西 然後在電影裡面也是這樣 其實我就不曉得 but anyway 然後再看下去 so the new Mortal Kombat movie will be the latest in a string of movie adaptations based on fighting games 所以就有一系列的電影的 adaptation 是based on fighting game 就是格鬥遊戲 那所以這就會是 在 在這一系列裡面的最新的一部 so it will be the latest in a string of so a string of 比較少看到這樣的一種 單位的概念 string是線 所以總之就是一條線的這樣子 所以有一系列的這種電影 那他會是最新的 the latest in a string of movie adaptations based on fighting games 或許我們可以稍微整理一下一下 所以fighting game 就是那種格鬥遊戲 那我們也說像有動作遊戲 我們就叫做action action games 那甚至有動作冒險遊戲 可能你也會再加個adventure action adventure 那還有像是RPG應該都首 就是 role playing games 角色扮演遊戲 那甚至還有我們會看到說 MMORPG 什麼是MMO呢 就是大量的多人的線上的 massive multiplayer online的RPG 像我最有印象的就是魔獸世界 World of Warcraft 那以及還有更早的像是 我沒有玩到的 像是 像是 永恆的 Everquest 不知道中文要怎麼翻 我也不知道那時候他有沒有 台版就是 所以不許同學也沒玩過 but anyway 那還有像什麼遊戲呢 還有像是 我們想一下還有像什麼遊戲 還有像是turn based turn based strategy 那種策略遊戲 然後是用回合制的 所以我用一回合你用一回合 我們所習慣的以前的三國制就是這樣子 turn based turn就是你的turn 我的turn 輪到你輪到我 所以turn based strategy 那講到turn based strategy 當然就我們不能不談到 real time RTS RTS就是real time strategy 這個就叫做即時的策略遊戲 但最早開始的可能有像什麼 Dune 沙丘魔寶嗎 是這樣翻嗎 不曉得 那或者是後來的那個 command and conquer command and conquer這個遊戲好像 也出現在一些電影裡面過 像那個 後來的我們 裡面的男主角很愛玩遊戲 那他第一款遊戲玩的就 我記得他們就有提到就是那個 command and conquer 中文翻譯成什麼 翻得很很直白 好 but anyway 那後來當然也有像是 Warcraft 就剛剛的那個 World of Warcraft 他的前身 這個也是一個RTS OK 好 扯遠了一點點 所以這邊講到了 不小心差題講了一下 遊戲的各種種類 所以這個 這會是最新的一個 好 that's kind of weird according to GAF 為什麼 I know there's a lot of fighting games Fighting game fans out there but I don't think any of them would say that they play Street Fighter and Tekken for the story 所以他的原因 為什麼覺得這很奇怪 他說 他知道有很多的 fighting game 就是格鬥遊戲的粉絲 out there 但是呢 他不覺得任何的玩家 是為了故事來玩這些遊戲的 也沒錯 so I don't think any of them would say that they play Street Fighter Street Fighter 就是我們的那個快打旋風 and Tekken Tekken就鐵拳 所以這兩個遊戲也是非常快支撞口 for the story so I don't think any of them would say that they play Street Fighter or Tekken for the story 所以你並不是為了遊戲才玩這些 為了故事才玩這些遊戲的 明明是因為他們打得很棒嘛 所以當他拍了電影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 it's kind of weird ok 下面能繼續又說了 這還好 when you make a Mortal Kombat movie right now the cost of visual special effects is a lot less 所以當你現在要做 Mortal Kombat這樣電影的時候 現在的special effects special effects 就是我們講說特效 現在的特效就便宜多了 以前可能就很貴 因為以前做特效 你知道在這個 產業剛萌芽的時候 可能就會比較貴 所以the cost of visual special effects is a lot less ok 所以現在他很單純 但1997那個時候就很糟糕 所以因為以前97年的時候 的確那個時候 我記得沒錯 好像就是97年 我看了那個時候的 Mortal Kombat的電影 so the simplicity of making goodish or good enough special effects is there 所以這個單純度就在那了 the simplicity is there 什麼 simplicity making goodish 這個goodish就是 好的差不多的 我們講到什麼什麼ish 就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什麼ish 例如說我跟你約個七點多碰面 多到哪裡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so let's meet sevenish 就是七點 七點許這樣子 ok 那或者說你今天摸到一個東西 結果可能油氣未乾 結果你的手就紅紅的黑黑的 或之類的 所以也就有像例如說 黃黃的就叫做 yellowish 那藍藍的就叫做 blueish 然後紅紅的就叫 redish 當然因為發音的關係可能很低還得重複 所以什麼ish就是有點什麼那樣的 所以goodish ok也有這樣的字 so the simplicity of making goodish or good enough special effects is there 所以這樣單純度在那 in 1997 it was not 97年的時候就沒有辦法弄得那麼簡單 所以或許 所以他在講這意思是不是 現在這個Mortal Kombat 算是一個low budget film我也不確定 所以如果今天講的是 比較低成本的電影 我們就可以說他是low budget ok low budget film so I think right now is the time for a Mortal Kombat film because it can keep up with what it needs to do 他就能夠就keep up 他所該做他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至少你要把visual effect做好 我想大概是這樣 好然後 下面就講到了 最棒的 as for the best of the bunch 所以這一群中最棒的 movie adaptation 是有些誰呢 so the recent sonic the hedgehog movie 所以這就是那個音速小子 因為音速小子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他其實是一隻刺蝟 所以hedgehog so sonic the hedgehog has to be in the mix 所以他一定會在 就是最好的裡面其中一部 so it is in the mix ok so in the mix 所以在這一群中 has to be one of the best has to be one of the best so it's sonic the hedgehog so it's a good little film it's not perfect but I think it's a surprisingly large amount of fun 所以是一個不錯的 然後很棒很有趣 does it really have a plot 他真的有劇情嗎 not so much 也不是 does it make any sense 合理嗎 nah but I can totally see my god kid loving this movie 他完全能夠看到 什麼是god kid 神的孩子喔 不是 這就是乾兒子 所以有時候你把一個god 加在一個名詞前面的話 就是乾什麼東西 所以godfather 其實就是乾爹 所以如果你想 godfather是世界上有名的教父 甚至還拍了三部 the godfather trilogy godfather 教父 乾爹 同樣一個意思 ok 所以god什麼 所以這是我乾爹乾哥 my god brother 當然你也可以用sworn這個字 因為等於你們兩個發誓成為兄弟 成為姐妹 成為父子 所以你也可以說是sworn brother sworn father之類的 不過這個讀起來 饒口一點點就是 那所以 前面剛剛還有講到 does it have any plot 所以plot這個詞就是劇情 ok 有沒有plot 沒有 但他完全可以想像到 他的這個 他的god kid 喜歡這個電影 那然後 another video game movie adaptation getting the thumbs up 所以另外一個 adaptation 得到thumbs up 就是讚 就是這個horror film 恐怖片 silent hill silent hill 叫做沉默之秋 還什麼鬼 沉默山秋 還什麼的 那這遊戲我記得 我以前玩過其中一代 還真的蠻可怕的 ok 好 所以 Alright 這裡有個片語說一下 so i think it try to do what the game does 他試著來做 遊戲在做的事情 就是讓人家害怕 which is an imposing sense of dread 所以sense of什麼東西 我們看了好多次了 所以什麼什麼感 那這裡加了一個dread dread就是可怕 ok 害怕什麼東西 像例如說如果說我非常討厭看牙醫 我害怕看牙醫我就可以說 i dread going to the dentist 所以dread後面接受詞 就是你害怕的受詞 所以他程度上像是fear這個詞的用法 但無論如何 a sense of dread 就是害怕的一種感覺 Alright 好然後這邊講到那個皮卡丘那部片 我記得好像是去年前年的片 所以Detective Pikachu ok also way better than it should be yeah我也覺得皮卡丘那部片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還真看 然後我覺得他的確 劇情都還並沒有說非常差 但還蠻 It's got predictable plot 所以這樣的劇其實都非常的predictable 可是並不影響他的精彩度我認為 ok 好然後也有反正 這句看一下 Of course some of the very worst offenders become enjoyable for all the wrong reasons 有趣這句什麼意思 所以有一些很糟糕的這些犯人們 offender就是你知道拍的不爛片 我們感到他欺負了我們 所以爛片offender 所以有一些最糟的offender 變得很enjoyable become enjoyable for all the wrong reasons 就因為一些很錯的理由 所以變得是讓人家很享受 所以這裡就會讓人家很好奇 What do you mean 那我們看能不能看出幾個例子 so when it comes to these kinds of game films I enjoy them for how bad they are oh I see 所以講到這種電影的時候 如果他們很糟的話 我反而覺得我看起來很爽 真的講的意思是這樣 因為你就可以罵了大概是這樣 所以ok 所以他對於這些電影多半有兩個字 I've got two words for these films It's terrible and brilliant 又糟又棒 So it's terrible and brilliant 自己自創一個詞 It's appalling but I can't stop watching 所以很糟 但是我覺得停不下來一直得看下去 所以或許吧 如果你是某個遊戲的fan 你會不會特別去看這個movie adaptation 我相信你會 所以你可能邊罵但是又邊愛看 所以這裡有幾個字 這terrible你懂了 brilliant應該沒問題 appall這個字可能你比較少看得到 這個appall就是讓你覺得驚世害俗 所以something is appalling 就是這件事情是非常驚世害俗的 so it's appalling but I can't stop watching Alright maybe 好所以講到今天大概夠了 講到這裡大概夠了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就是這種 遊戲改編的這些adaptation 希望你喜歡這樣的內容 這是給Pinocchio的再一次 Thank you for watching my videos and I hope you continue to support me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